周永康曾经下手太晚了 这些事情周永康全都知道 我说这事情 在周永康被抓之前发生的事情周永康全知道 但是他抱着极大的幻想 认为党和国家中央会给他机会 周永康再一次 我在旁边场上跟一位老领导见周永康 我不是直接的问周永康说这个梦要弄你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周永康大笑 说你知道我当年在野金部的时候 就是那个那个管土地资源的时候 我送给江泽民和老常委新常委政治军人 一车一车的高含量的那个金属 含金石 哪家没有十几车呀 他们哪家没几条命案呐 他们换那肝换那身头哪来的 不都是杀的新疆人吗 不都是抓的那些年轻人吗 那武警部队里面那么多人给换血 给他们家里面养着他们 杀我周永康 就是过来试试 我让他们都坚持 结果这个人后来就出卖了周永康 把这话告诉了江家所有的老常委 吴关正还就这问题还想去找周永康核实 但是他们都没机会了 周永康当时就已经被软禁等一 这些都不是小说 这些也不是谣言 这些靠新疆年轻人 靠社会上年轻人死刑 所谓的死刑犯 还有靠年轻军人的鲜血养活的一个个 人行尸走肉 控制到万万亿美元的资产 让你不出国控制你不出国的这些盗国贼们 把自己的师生子女家人都送到了美国海外欧洲 非洲他也不去 然后把所有的支持者全部杀人灭口 然后把所有的中国的权力牢牢控制在一起 用军队的枪 刀把子攻减法 以及政法委 还有宣传机构 网络控制 14亿人民连猪狗都不如 我说孟建柱是中国的 当年俄罗斯的贝利亚 那是谦虚了 王岐然是赵高 我谦虚了 北京公安局类似于江良栋、孙迪这些人 对中国老百姓的祸害 每秒钟都在发生 中国人的沉默 是我们真正的悲哀 中国人对这种整个这种杀掠 这种无法无天的冷漠 是我们这一个个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这些事情发生在任何国家 都不可能这么长时间 和持续的发生和长期的存在 而且还被冠上了英雄的赞歌和中国梦 欲烦老黄童硅谷高管被爆购买年轻人血液 据英国媒体9月5日报道 有硅谷高管花费8000美金购买年轻人的血液 想要逆转年龄 这听起来有点像吸血鬼才会做的事 但是硅谷高管这样做 却是为了探寻生物不老权的奥秘 据泰武士报消息甲骨文的创始人 现年73岁的拉里 埃里森目前正投资一家致力于研究 逆转年龄技术的创业公司 这家位于旧金山的Ambrosia公司 可对年龄超过35岁的人提供换血服务 而他们使用的就是一种名叫一种共生的生物技术 通过一种共生技术将年轻血液输送到老年人体内可达到逆转年龄的功效 不过花费可是一点都不低 二生血液就需要8000美金 相当于6180英镑 这些血浆都是来自血库中16到25岁年轻人的血液 Ambrosia创始人Jazz Camazin 曾对《泰晤士报》表示 我们的首批客户都是生物技术首席执行官 目前客户群更加广泛 从30岁到90岁都有 不过以60岁左右的男士居多 但是只有约10%到15%能真正成为生物骇客 将会接受其他治疗、饮食控制等 Karamazin女士向公司解释道 年轻有机体的血液富含蛋白质 可以改善细胞功能刺激这些蛋白质 在手提内的产生研究人员还表示 这种效果几乎是永久性的 技术投资人亿万富翁Peter Dill 可以说是致力于一种共生技术最著名的高管之一 Dill Capital的首席医疗官Jason Karam 与去年联系了Ambrosia公司 表示对此项技术感兴趣 Dill在去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我正在调查一种共生这个东西 我觉得非常有趣 他们将年轻血液输入年老的老鼠体内 发现恢复生机的效果明显 Dill继续阐明这一过程 对人体健康治疗意义重大 并表示不需要获得FDA许可 不过投资者表示 他目前还未启动一种共生技术开发 科学家首次试验一种共生是在20世纪50年代 近些年这一技术再次引起关注 目前科学家已经发现该技术 可以逆转动人体器官系统的老化症状 但仍不清楚其产生作用的原理 其他科技专家正在吸收大量资金研究能减缓 停止老龄化甚至长生不老的技术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 贝佐斯已经向一家致力于停止老龄化进程的公司 Unity注入大量资金 该公司去年就已经筹集1.16亿美元 相当于9000万英镑的资金 希望可以找到一种方法 从人体排除衰老细胞阻止癌细胞生成 Zither Harp 贴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可以说是致力于一种共生技术最著名的高管之一 Dill Capital的首席医疗官 Jason Kerem 与去年联系了Ambrosia公司 表示对此项技术感兴趣 Dill在去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我正在调查一种共生这个东西 我觉得非常有趣 他们将年轻血液输入年老的老鼠体内 发现恢复生机的效果明显 Dill继续阐明这一过程 对人体健康治疗意义重大 并表示不需要获得FDA许可 不过投资者表示他目前还未启动一种共生技术开发 科学家首次试验一种共生是在20世纪50年代 近些年这一技术再次引起关注 目前科学家已经发现该技术 可以逆转动人体器官系统的老化症状 但仍不清楚其产生作用的原理 其他科技专家正在吸收大量 周永康曾经下手太晚了 这些事情周永康全都知道 我说这事情 在周永康被抓之前 发生的事情周永康全知道 但是他抱着极大的幻想 认为党和国家中央会给他机会 周永康再一次 我在旁边场上 跟一位老领导见周永康 我不是直接的问周永康 说这个梦要弄你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周永康大笑 说你知道我当年在野金部的时候 就是那个那个管土地资源的时候 我送给江泽民和老常委 新常委政治军人 一车一车的高含量的那个金属 含金石 哪家没有实际车呀 他们哪家没几条命案呢 他们换那肝换那身头哪来的 不都是杀的新疆人吗 不都是抓的那些年轻人吗 那武警部队里面那么多人 给换血给他们家里面养着他们 杀我周永康 就是过来试试 我让他们都先死 结果这个人后来就出卖了周永康 当时就已经被软禁等一 这些都不是小说 这些也不是谣言 这些靠新疆年轻人 靠社会上年轻人 死刑所谓的死刑犯 还有靠年轻军人的鲜血 养活的一个个 人行尸走肉 控制到万万亿美元的资产 让你不出国 控制你不出国的这些盗国贼们 再把自己的师生子女家人 都送到了美国海外欧洲 非洲他也不去 然后把所有的支持执行者 全部杀人灭口 然后把所有的中国的权力 牢牢控制在一起 用军队的枪 刀把子攻减法 以及政法委 还有宣传机构 网络控制 14亿人民连猪狗都不如 我说孟建柱 不是中国的当年俄罗斯的贝利亚 那是谦虚了 王岐然是赵高 我谦虚了 北京公安局类似于江良栋 孙迪这些人 对中国老百姓的祸害 每秒钟都在发生的 中国人的沉默 是我们真正的悲哀 中国人对这种整个这种杀掠 这种无法无天的冷漠 是我们这一个个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这些事情发在任何国家 都不可能这么长时间 和持续的发生 和长期的存在 而且还被冠上了英雄的赞歌 和中国梦 郁凡老黄童 硅谷高管被爆购买年轻人血液 据英国媒体9月5日报道 有硅谷高管花费8000美金 购买年轻人的血液 想要逆转年龄 这听起来有点像吸血鬼才会做的事 但是硅谷高管这样做 却是为了探寻生物不老权的奥秘 据《泰晤士报》消息 甲骨文的创始人 现年73岁的拉里 埃里森目前正投资 一家致力于研究 逆转年龄技术的创业公司 这家位于旧金山的 Ambrosia公司 可对年龄超过35岁的人 提供换血服务 而他们使用的 就是一种名叫 一种共生的生物技术 通过一种共生技术 将年轻血液输送到老年人体内 可达到逆转年龄的功效 不过花费可是一点都不低 二生血液 就需要8000美金 相当于6180英镑 这些血疆都是来自血库中 16到25岁年轻人的血液 Ambrosia创始人 Jazz Camazin 曾对《泰晤士报》表示 我们的首批客户 都是生物技术首席执行官 目前客户群更加广泛 从30岁到90岁都有 不过以60岁左右的男士居多 但是只有约10%到15%能真正成为生物骇客 将会接受其他治疗 饮食控制等 Cara Mazin 女士向公司解释道 年轻有机体的血液 富含蛋白质 可以改善 如果您能保证的话